大家好,英超球季落幕 有兄弟恭喜我,就說完成了一季狀舉 不相信我又成功看完全季所有英超強盾的賽事 做完賽後平 不過我也要多謝大家的支持 令到我有收入,我才可以這樣全職做下去 下一季繼續努力 但其實今季還未完 利物浦還有最後這一場歐聯決賽 記得要留意Patreon那邊的獨家預測 利物浦雖然只得到今季英超亞軍 但全季我們都看到利物浦在不停進步 說真的,今季他們本身面對的問題都很大 非洲國家杯就很難搞 去到今季的最後真的有不少球員受傷 都可以理解的 但他們冬季轉彩槍就買到迪亞斯成功 將這個問題的影響力減到最低 而且全季的戰術都不停提升 終於今季都做到漂亮的破物集組織風格 本土的杯賽都被他們拿了 互射十二碼都特意找公司去研究破了它 建立了運動科學的新高度 利物浦這個系統還有一段時間玩 所以今季下一分之微屈居亞軍 不要緊,下一季繼續鬥下去 越燦爛越好 我們就是會感激利物浦給了這麼大壓力萬成 由本來差幾分,追下追下追成一分 搞到薩波戰這麼精彩 英超十場薩波戰同時開球 最早入球就是這一場 利物浦對狼隊 狼隊開球兩分鐘已經打開紀錄 利物浦落後這一球 真是有很多事情要說 可能有很多人都以為 這次只不過是干拿迪的個人失誤 但我可以告訴大家 這球是極度詭異的 我將會極度詳細用科學角度 跟大家解釋這個入球過程 欠冠軍兩支球隊 萬成利物浦 都因為被人開個龍門球出來 直接間接搞定 亞士東維拉想複製韋斯咸的針對性部署 也就是幾年前的摩連羅那隻 用龍門球直接開出來搶個高點 再二傳頂過來給隊友入禁區搞定 那究竟狼隊這次入利物浦這一球 算不算是針對性部署來的呢? 那我就認為不是的 這隻針對性部署是必須包含前鋒 反而抹著中堅 再叫龍門故意斬過來 但這次你會見到狼隊前鋒 詹美利斯是完全沒有抹著干拿迪的 基本上是沒有想過跟中堅爭頂 所以這一個不是針對性部署 詹美利斯很明顯只不過是想搏這個干拿迪的 頂留後面給他半單刀 其實在這麽高水平的聯賽中 很少會搏到對方中堅頂留這些龍門球 3至50次 中間你可能會等到一次半次 但這次被他搏到 所以問題就落在甘拿迪一個人身上 那為什麼甘拿迪會頂漏這些看落很容易處理的高波羅門球呢? 他又不是法蘭甸奴那些是做替攻的球員 他是正式的中堅來的 他夠級數踢強隊的 所以他出現這個問題就相當少見 那為什麼他都會出現呢? 當時甘拿迪的視線也沒有受阻 也沒有人阻礙他 他也會知道龍門球開出來就不會越位 他知道不可以留給後面的尾尼斯丹都 那就是說不是思想問題來的 這一球是技巧問題、技術問題 判斷落點有事 那究竟呢? 判斷這些落點來講呢 是計時炸彈爆炸了 還是開球太早了 他還沒站穩一腳還沒睡醒呢? 這次我可以告訴大家 經過了我詳細研究計算之後 我認為 不是計時炸彈爆炸 也不是開球太早 還沒站穩一腳還沒睡醒 反而我看到這次龍門球是很詭異的 這次龍門球和普遍我們建開的龍門球 真是很不同的 飛行軌跡很特別 這次不是叫鬼影變幻球 這次龍門球都叫鬼影龍門球 大家可以對比同一日比賽的那些龍門球 尤其是阿士東維拉入那顆 瑞典守門員奧神斬出來的那一腳 就是最典型的龍門球 又高又遠 很大趴密線 平時我們建開的那些龍門球 99.9%都是這一隻 但這次龍隊的守門員 阿佐這一腳 就是趴密線很小的 平飛球來的 平飛球 但是又可以踢得很軟 通常你斬得很平的球 就很難說踢得很軟 但這次竟然是可以又平飛又軟 是一個極度罕見的一種龍門球飛行軌跡 鬼影龍門球 鬼異龍門球 大概只有0.01%會見到的機會率 但是今天我們撞到 乾拿迪撞到 立即就解釋了為什麼乾拿迪判不到落點 因為平時99.9%的龍門球趴密線很大 所以波跌下來的時候就好像從天而降 接近90度角這樣直插下來 乾拿迪就預設了用這個角度去判斷 因為大佬 頂開的99.9%都是這樣頂法的 都是這樣判斷 他當時惡高的頭看上去 其實他是不容易判斷到波 究竟是又高又軟還是平飛 所以都是跟平時這樣去判斷 這個我們理解的 所以他就照樣預計 這個波會接近90度角這樣直插下來 誰知今次不是這樣 鬼異龍門球趴密線很小 是平飛波 所以他跌下來的時候 就不是接近90度角直插 是30度角平飛掠 沖過來就變了他沒那麼快落地 乾拿迪就竟然發現他是不下來 所以就頂不了那個波 這個是用科學的角度和大家解釋了 但是其實還有一個最關鍵的要點還未說到 最關鍵的要點就是 為什麼搜捋完阿薩會斬到一個這麼罕見的龍門球出來呢? 0.01%的類型都可以斬到的 是不是專門的呢? 是不是他一個技巧來的呢? 但是你又會見到他今天往後的四個龍門球 都不再斬到這些這麼平飛的鬼影龍門球了 所以就絕對有理由相信他兩分鐘這球平飛鬼影是撞彩的 而且我還有理據 就是因為見到他斬那下滲了腳 其他正常的龍門球他就沒有滲腳的 所以他清脆利落挖倒球底 那就做到一個正常的龍門球高度 又高又軟的那些拋物線 但是這次一滲腳呢 他就不會清脆利落挖倒球底 而滲腳呢 是向前滲 如果有踢過球就會知道 當你這樣踢過球的時候 向前滲 你就不會踢到球很高的 那真是呢 加了一些腳尖捉球的成份下去 就搞到球呢 就是平飛了出來 那所以這次龍門球呢 不是技術性擊倒 就是利物浦的中堅 只不過是撞彩出來的 而干拿迪其實這樣撞到這些撞彩波 鬼影龍門球呢 就有點不幸啦 那我不夠膽呢 就是說雲迪克一樣會搞不定 但是你也真的看到 在其他正常龍門球高度的時候 干拿迪的判斷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那這個呢 就是最科學化的解釋啦 那這個也都是 很可能是坊間最詳細的解釋 我這裏呢 一向都是這樣做的啦 看起來好像很簡單的東西呢 我都會盡量嘗試看看 有沒有更加深入的角度 和大家分析的 那好啦 利物浦今次呢 面對這個鬼影龍門球 就不幸啦 所以利物浦今次 爭奪英超冠軍路程當中呢 一開始已經不夠運了 那就落後了啦 增加了比賽難度 而萬城那邊那個龍門球的失波呢 就不是維拉撞彩的嘛 是維拉故意針對性部署的嘛 那再加上就是 謝拉特不夠經驗的正選陣容 和臨場調動呢 就是被這個萬城拿回英超冠軍 那結果就是這樣啦 命運就這樣安排了啦 那不過呢 我都需要從戰術的角度呢 向大家再解釋一下呢 就是為什麼利物浦今天這麼難入球呢 去到八十多分鐘之後才領先回 那其實呢 他們呢 還遲過萬城去反超前的 那 比賽之前呢 我在專屬直播的時候都說了 我有些擔心利物浦是贏不了狼隊的 因為呢 始終都要被沙拿去投了 那祖達、文尼一起打正選呢 他們兩個不拉邊的了嘛 都說過很多次了嘛 因為文尼現在已經成功轉型打前鋒 懂得背了龍門做了支點 所以他不會再跟你拉邊的了 而祖達本身就不喜歡拉邊的 那他跟高普呢 在貴宗的軍旨協定失效了 就是不會再輪流拉邊的了 那所以這個利物浦起碼呢 就會少緊一邊去拉邊 那對著五人的後防線收縮呢 就當然很難破密集的 進攻點不拉邊入中間堵塞呢 做中路突破難度很高的嘛 那就搞到利物浦面對密集很難入球 那但是啊 利物浦也能夠半場攀成一比一平手呢 那這裡就真的要稱讚一個 利物浦球員的靈感男神上身呢 是才可以做到這麼難度高的入球方法 竟然是一個超級漂亮的助攻啊 阿高艾簡達成功呢 是做到這麼高難度的中路突破入球 全季都很少見這些助攻方法的 那但是都真的做到認真厲害了 這個助攻呢 一定要入選今季最佳助攻的候選名單 實在太奇妙了 今季可以跟這個助攻作出比較的呢 就只有另一個人 全季的最佳助攻候選呢 是這兩個球員鬥的了 那究竟是誰跟阿高艾簡達娜鬥呢 那就要留待Patreon那邊的 貴美精裝版微觀星畫同步 和大家公佈呢 就是最佳助攻啊 最佳金球啊 最佳攔截各樣的獎項呢 有齊了畫面和大家分享的 和大家慢慢看的 那這次阿高艾簡達娜 這樣背著龍門一下 瀟灑後腳力度呢 妙到好瘋啊 難度最高的呢 不是力度 是第一時間 不是第一時間的話 就很容易越位了 大家對比一下這場下半場 49分鐘的炸壺 同樣是中路突破 祖達哥傳送不是第一時間 是第二時間交 就立即越左位了 這個文尼 吃了一局炸壺 上半場太高艾簡達娜 是第一時間交球呢 文尼就立即沒有越位 入球合法了 但是第一時間交球呢 很難做到漂亮的力度 準確的角度的嘛 怎知他都是一一做到 還要是後眼的是 背後交球後腳來的嘛 由頭到尾呢 他只是看了後邊一下 都猜到了 將來他背後會發生什麼事 勢力啊 一定是靈感男神上身 沒得談的了 那本來是一個 剛剛猜過半場的組織 看來是完全沒有機會入球的 他這個後腳呢 靈感男神上身呢 助攻到產生到的入球 你說多厲害啊 那之前的足腫杯決賽賽後平的片尾彩蛋當中 那我就封了太高艾簡達娜 一個綽號啊 就叫做決賽球員 現在呢 可以再講得清楚一點呢 大賽球員 即是逢是打決賽啊 大賽啊 關鍵賽事啊 他一定有精彩的表現 在霸人無尼克打歐聯決賽 突然之間呢 是交出頂尖的表現 世界頂尖表現 而足腫杯決賽啦 即利物浦那次呢 就控制大局的 今天英超殺科戰 利物浦落後緊要還雲丹呢 他也可以立即靈感男神上身助攻 難怪不得為什麼哥迪奧拿執拯救霸人的時候 怎麼都要買他過來啦 當時呢 講到阿簡達娜是沙維接班人來的 那霸人的早期呢 他的表現就飄忽一點 當時他就是後上插入做得比較好 但你講到穿針引線方面呢 就還沒看到 做不出沙維影子 但來到這個年紀呢 他就真的開始做到了 開始可以沙維這樣一眼關七 兩隻眼就看到了整個球場 甚至我認為呢 他來到利物浦之後更加成熟 踢得更穩定過在霸人的時候 在霸人的時候呢 他還是有些無謂的失誤 奇怪的失誤 但他踢利物浦呢 我們很少看到有奇怪的失誤 阿簡達娜初初來到的時候 那些人還敢說他拖慢利物浦比賽節奏 當時我已經說這個說法是荒謬絕倫 那些人呢 連拖慢比賽節奏 和控制比賽節奏都未分得清楚 捉種杯決賽有一段 被車路士攻到死下死下 就是靠他突然之間衝出來 控制比賽節奏 利物浦才逃過大難 利物浦這個收購呢 當時相當關鍵 說明大賽球員 希望他這次受傷不要那麼嚴重 可以打到歐聯決賽對這個王馬 利物浦的發言人就說 他的情況不太樂觀 而我們看直播的時候 都看到利物浦後備席那裡 他坐在樹 他的表情就一般 有人就希望他做氣做拳套 希望煙霧彈 就是用來困擾這個王馬 看看怎麼樣 希望是這樣 雲迪克都要儘快復出打決賽 今天沒有雲迪克大領莊越位 38分鐘被王喜燦突破了 這個二位陷阱都單刀了 要艾利臣是破救的 所以都需要雲迪克的啦 雲迪克現在的情況應該好很多 至於沙拉 沙拉復出到了 今天都出到來打最後半個小時 去到67分鐘的時候 有個半單刀機會 速度一般 他狀態還不太好 而且當時迪亞斯的位置 就不太幫到他 錯失了這個反超前機會 當時其實也收到封 就是萬城那邊 經已落後到第二球 現場球迷就開始起控 利物浦那邊的球員都越來越心急 反而影響利物浦球員的組織 傳送相當不冷靜 也不準確 這一段球迷起控的過程 反而令到利物浦球員是踢得最差的 心理的問題影響了 還被這個狼隊打兩個致命反擊 差點落後回頭 接著就是陸續收到萬城 追回一球 又追下一球 又追回一顆 又最後反超前了過來 比利物浦反超前還快 當這個利物浦球迷在現場 聽到萬城那邊 經已贏回3比2 全場都靜了 有些小朋友在那裡哭 全場靜了的時候 利物浦反而入到球 第三球還要是漂亮破物集組織 所以這件事都教了我們 真的欲速則不達 冷靜反而更好些 當然了 萬城贏到球 那邊 利物浦這邊 入多少球都變成沒用 差一點 差一分半分 屈居這個亞軍 那其實 今季的利物浦 是否可以再做多一些東西 去再加大他們今季英超冠軍機會呢 他們要再做多一件什麼事 這裡 就來帶Patreon片尾彩蛋 和大家繼續分析下去 記得多點Like 多點Like的話 我的影片才會被推送 頻道才會增長 謝謝 若果你都想對於何榮的堅持 去作出實質性的支持的話 你可以加入Patreon 其實港幣40元都不用 就很幫到手了 已經聽完所有YouTube可以聽的片 亦都有片尾彩蛋 還有獨家的Patreon節目 包括預測和其他的節目 那當然就是沒有廣告的了 7元美金的話 就再加上每個月兩次的專屬直播 收到賽前的陣容 再有30分鐘的直播預測 9元美金 就直接有精裝版的微觀昇華同步 現在的微觀昇華同步 就去到精裝版了 是會對比本周所有的賽事 去來一些更加清晰更加精闢的評論 是不會重複是蔡侯平當中講過的論點 是有更加多額外的 更加深層次的分析 希望在Patreon見到大家 若果你是沒有信用卡的話 不要緊 你可以裝一個拍著照 即是Tap&Go的程式入手機裡面 或者八達通App入手機裡面 然後你就去便利店增值 就可以當信用卡這樣用 多謝大家了 拜拜